词曲 李宗盛 折眼的手还在颤抖着 是代表你确定变了 还是舍不得 我们还在学爱情的依靠 学着该如何忘记难过 时间冲到了爱情的掩盘 但回忆还记得我们爱着 我们爱不能走心弦 就算还剩一点 也不该让这爱搁浅 我们还在学爱情第一课 学着该如何忘记难过 时间冲淡了爱情的颜色 的回忆还记得我们爱着 我只要平淡的爱着 下一季车款新福特嘉年华1.5升 时尚型限量版 很快就要正式在中国上市了 你们公司的业绩是越来越好 新车的特点呢是两个箱 在现有1.5升时尚型两箱的基础上 增加了电动天窗 后排音响和15寸多幅铝合金轮骨 让更多年轻一代的消费者 可以充分享受阳光和音乐 同时也满足他们对个性和时尚的需求 希望能够学生年轻 够年轻 够拓展我们的业绩销量 摆放在大家面前的 有我们这次新车的行路和新闻稿 可以请大家参考一下 虽然现在市场上 与我们同一款车型的竞争对手 还有很多 但是我相信 通过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是可以将这一款 兼具安全省油 又时尚的新车型 推荐给广大的消费者的 气势 你也不能给月车 俄弟啊 没事吧 是不是昨晚又喝多了 没事 我喝酒能少得了你吗 走了 开会 你的气色真的不是很好 别太累了 我真的没事 走了 开会 开会了 先生 一共五十块 谢谢 拜拜 欢迎光临 周济安 欢迎光临 还是楼上老位置吧 楼上请啊 对对对 这边请 走 走 喂 你忙吗 还好 你说 我想邀请你 等一下去帮我买点串猪的材料 晚上帮我带过来好吗 今天天天给我打电话了 说还想要串猪娃娃 别太宠孩子了 一传开大家都来要了 我不忍心看到他失望的样子吗 好 我晚一点给你送过去 好 我晚一点给你送过去 好 我晚一点给你送过去 我在忙 不说了 好啊 拜拜 小琪姐 再给冬姓哥打电话吧 关你什么事啊 不说我也知道 我还要迟接到你 然后再给你带我 叫你别的 我还真的给你带我 我觉得这个主人公 就是典型的那种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的类型 跟冬子哥一样有魅力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过 真正的坏人 不信自己看 K生日那天 他特邀了这 指定要吃他 今手做的蛋炒饭 蛋炒饭 这么巧 我就说吧 只要你一看就会上瘾 你的伤势怎么回事啊 以前不小心被烫了 游戏即将开始 当K拿出蓝色火柴和准备点烟 立刻吸引了J的目光 他的双眸炯炯 透露着怀念的悲哀 一如K所料 他开口问了K 可以卖给我吗 K没异扬 不如我们来场比赛吧 K这么提议 也调起了J的斗志 两人同时拿火柴一划 微弱的火光 输得照亮了J 坚定不移的神情 佳琪姐 咖啡豆好像不够了 我们要不要多订一点啊 佳琪姐 好 安安 我临时想到家里还有事情 我要先走了 这边你照顾一下 梅干焖肉 腌线菜梗 炸软壳 油闷碎 几道小菜在K的安排下一露脸 J流露出来的伤感 正如K所料 这个女人的心思 还真叫人容易琢磨 K甚至可以轻轻松松地觉得 好友当年为了J伤心 有多么地不值得 当这把过去的情感 讲得如此云淡风轻的时候 K更明确了自己的决定 是正确的 不值得不值得 我的心痛尽是你的快乐 我的心痛尽是你的快乐 即使在情场上从未失守过的K 都差点被这个女人迷糊 一句缘分尽了 说得多么轻巧 但却差点置人于死 最独复原心 该到了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的时候 寿星最大 我就是想吃蛋炒饭了 谢谢 好香啊 可以慢慢摸索出她的套 爱情 会出现一些试探 现在的她 也遇上了这个试探 你在干什么 一个企图打动人的爱情 本身就充满了伪世的外面 有些人 注定会被伪世的美好所吸引 甚至一辈子 都难以忘怀 但有些人 注定就不会这么陷进去 这就是她好友 和她的区别 她的区别 你 你的 好了 我 我一个 我是真的为你爱的 你是真的跟他 真的 给的我钱都给了 我都舍得 除了让你知道 我心如宝 我带来了 怎么了 等我等都生气了 我刚刚去买材料的路上塞车 别气了 待会儿带你去喝粥 怎么了 你看起来不太好 终于在K的精心布局下 就被他牢牢地抓住了 多不容易的成果 即使是在情场上面 从未施过手的K 也差点被这个女人迷惑 这些文字 你觉得熟悉吗 请问现在站在我面前的 是阮正东先生 还是 不露 你对我的好 那些你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都是你设计的圈套 那些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风风雨雪 都是你为了让我爱上你 然后再狠狠地报复我 是吗 如果说 伤害我是你的目的的话 恭喜你 你做到了 请你离开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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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告诉没有 如果没有久来麻痹了 我还怎么活下去啊 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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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哥 歇袖光臨 请慢走 我来吧 佳琪姐怎么了 好奇怪啊 我来吧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好反常啊 你手没事吧 我来吧 我来吧 别弄了 这里我来收拾 快去拿拖把 快去 哦 你怎么回事啊 脸色这么不好看 要不先回去休息一会儿 这里我和安安就可以了 哦 没事 怎么回事 怎么了 你收拾我打个电话 哦 学长 今天佳琪很奇怪 你可不可以中午休息的时候过来一下 怎么了 她病了 没有 不是跟你说了吗 很奇怪 找冬子了没有 废话 我要能找到她还教你干什么 你别问那么多了 赶紧过来一趟吧 好 好 十丰哥 静安 嗨 佳琪 学长 你怎么有空来啊 来看看你啊 你看你的样子 开店一个月不到 你就变成这样了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我没事 你想喝什么我做给你喝 佳琪 你别这样 不是 心里有什么话就说出来 我们帮你好好商量一下 对啊 就是啊 佳琪啊 你有话不要憋在心里面吗 是不是跟阮宗吵架了 对啊 她要是敢欺负你 你就告诉我们 我们替你去教训她 对啊 可不可以让我安静工作 不要再烦了 佳琪 你们看店 我去吧 学长 对不起 是完正东吧 又吵架了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她不适合我 你也不赞成我们在一起 但我就是傻 傻得离谱 我就像是她的猎物 一步一步地 掉进她的爱情圈套里面 慢慢爱上她 你知道吗 她还化名把我写进 她的网络爱情小说里面 就这样玩弄感情 乐字不疲 我就这样子 被她耍到现在 不可能 佳琪 这太不符合常理了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有问过她吗 她都承认是她写的了 我还有什么好问的 有什么 比我这样的故事还要真实呢 静安啊 是她的头号大粉丝 静安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会不会一边看一边觉得 哇塞 这个傻女真够经典的 我现在找她去 不用了 学长 真的不用了 我不想要看到她 我也不想听她任何解释 那个小说都已经连载快一年了 还有什么好误会 哎 哎 先生 欢迎光临我们的转角咖啡店 先生 欢迎您光临 小姐 欢迎您光临 小姐 欢迎您光临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你这是 瞧瞧 有人发团单了 看见了吗 转角咖啡屋 你看看 这个新的名字 相信我们喝咖啡不要钱呢 干嘛呀你们 哎呦 你失踪了那么久 就是干这个呀 你也太逊了吧 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够咱们吃喝的嘛 我看绝对不够 绝对不够 算了安安 走吧别干这种无聊的事了 你干嘛 我去 我要在这里工作 工作 工作 听见没有 人家安安现在是上班一族了 可了不得了 安安又上班哪到我那去 我的高薪聘请陪酒妹 我才不干你们那种下流的事 走开走开 别妨碍我工作 哎 安安 人家说你干的是下流事 哎 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现在坐这儿清高了 开始和我们划清界限了 是不是 不是安安安 我 哎 你们干嘛呀 还给我 干嘛呀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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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给我 你 你们干吗呀 你们干什么 打死你们 捣乱 我上你们捣乱 干什么呀 干什么 干吗 就打死人疯了 我上你们捣乱 捣乱 打死你们 打死你们 干什么你们 你们干什么 你们这帮小优马 又来告示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来 怎么办 问问你先走吧 安安 别以为你有了靠山了 我们走着瞧 滚 赶紧走 滚 走 看见了吧 这就是交坏朋友的下场 赶紧把这儿收拾一下吧 我们还要做生意呢 早就去跑 来吧 快点 所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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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学长 是我 佳琪她现在还好吧 她刚刚突然间发短信给我 说她要回老家一趟 她没事吧 没事 别担心 让她也好好平静几天 你把店照顾好就行了 什么都别问 这颗定时炸弹终于引爆了 我连去跟佳琪解释的永夕都失去了 还说什么呢 是老天的惩罚吗 连我的身体 都开始展开报复了 来 摩卡咖啡 百变招待 谢谢 佳琪不在吗 她这几天请假了 你找她有事啊 没有 我就是顺便过来看看你们 怎么样 生意还行吗 店里少了佳琪姐姐 觉得生意也变差了 好像她的心情不好 转角也跟着受影响 你别多嘴了 穿带发了没有 赶紧去啊 佳琪为什么没有来上班 回老家了 是跟冬子一块回去的吧 没有 孟总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你别问我了 我妈是不是又来骚扰你们了 没有 不过最近确实不太好 本来我们还要卖套餐的 现在计划也泡汤了 等佳琪回来再说吧 爸 一直希望能把冬子带到您的面前来 告诉您 我终于找到了幸福 可惜 我跟冬子的爱情 竟然成了一出荒谬剧 爸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么小心翼翼地 接受了冬子 最终 却只是他的一个猎物 爸 如果您还在我的身边 也许早就看清楚 他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喂 谁呀 喂 冬子 你在哪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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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子 冬子 你怎么了 你来得正好 陪我一起喝酒 来 坐 冬子 坐 冬子 你跟佳琪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佳琪一个人回老家 你却在这里醉生梦死 他不需要我赔 现在不需要 以后也不需要 你在说什么 你把话说清楚 你清醒一点 起来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都是为了你 兄弟 我 你下来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别怪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够了没有 为什么要阻止我 与其让我这么痛苦的活着 不如让我一了百了 反正佳琪要离开我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意义 我再也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 所谓的真爱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好恨 我好恨他这么对我 等K从国外回来之后 再遇到他的好友 这才发现 他好友的世界 因为一个绝情的女人 让J全部走了样 这个女人把好友 迷得七婚八宿 让他为他伤心地流眼泪 甚至连生命都想要舍弃 K就想看看 J到底有什么特别本事 K心想 要是J一旦上了宫 他就打算立马甩了她 替他最好的兄弟 报一件之仇 当时你的痛苦 你对佳琪的恨 字字句句都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比你还恨 还痛 哥妈 我是为了你 才开始了一连串的抱负 是你说你恨的 还记得吧 那时候的我 那时候的我 能想到的就是为你出气 我恨不得杀了邮佳琪 但我不能 所以我决定要把她 带给你的伤痛 加倍还给她 老天爷 我们都对佳琪做了什么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那个网络小说 竟然是冬子写的 他把对佳琪的抱负 统统写进小说里了 原来不如就是他呀 那个小说的背后 实在是太伤人了 那佳琪她怎么办 她应该怎么办呢 她真的应该怎么办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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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79 这么快 帮我去洗一下 你们干嘛知道看我 放心吧 该做的还是会做 日子总要过下去啊 洗罩布啦 好 佳琪 我想你都知道了 所以才会来 可以跟我聊聊吗 你坐会儿 我泡茶 想不到你还留着我们想入的钥匙 自从我们相遇以来 经历了很多波折 我看到你和冬子的感情 一天一天地稳定下来 我以为我们俩也走到了终点 可西子现在拒绝了我 而冬子又是那样 好 佳琪 冬子之所以犯这样的错 我也难辞其咎 他是怕我继续伤心 所以才会做这么荒唐的事 可冬子他 和平 如果你来 是为了要替冬子对我忏悔的话 那不必了 我有点累想休息了 佳琪 这是不是老天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重新走回你身边 我知道 现在说这样的话不是时候 正好 我马上要去纽约开会 对 我希望这段时间 你可以好好想想我们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等我回来以后 给我个答案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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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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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